請答時間共為三十分鐘 請院長 校園好 院長好 院長今天是王院長的生日 我們一起祝王院長生日快樂 王院長生日快樂 王院長生日快樂 好 再請孫花園人 孫花園人 孫綠群 有來嗎 花園人有來嗎 花園人不能上台 沒有來 好 我請問院長 明天是三六十八號 太陽花學運一週年 這一年來 沒有看到行政院 對太陽花學運 有善意的回應 反而明天 行政院要 網路直播 行政院 要在網路開闢直播節目 直接對網軍宣戰 直接對網軍開戰 這個是行政院對太陽花學運一年的態度嗎 我想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 在我們的這個 內閣同仁裡面 沒有網軍這兩個字 然後這個 這個這個 我們陸委會會選擇明天 最福茂 對那個 對那個 對不起 監督條例 監督條例 我們監督條例 對外面 透過網路 對外面做個說明 我們認為這是尊重網路世界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 這個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 內容究竟是什麼 我們應該做的是 帶著夏立元 到 立法院全面跟 太陽花學運的這些學生 或者民眾 訴求你的監督條例 我們用 網路公開的方式 我們認為 你躲在行政院裡面 用網路直播 這個形同向網軍開戰 沒有沒有 我想我們不是這樣來解讀 我們是希望說 讓整個網路世界 全面性的了解 你這個是既宜存又天兵的政策 既宜存又天兵 你應該 態度 如果對的話 你就帶著夏立元 直接到 直接到他們局業的場所去 更廣泛的網路世界 你到現場去 會讓學運的領袖們 感受到你的態度 那你如果不願意到現場去 你也可以把他們請到行政院來 在318 這也有意義的日子 我來告訴各位 福茂 行政院的態度 監督條例 行政院的態度 這個才是行政院在318 應有的作為啊 我們是面對整個網路世界 反而開網路直播跟網軍對干 這個態度不對啊 我想這個 絕對不是 不是這種思維 我們認為我們要面對 整個網路世界 面對整個網路世界 更全面性面對網路世界 我更希望院長你明天 直接到他們太陽花聚會的場合裡面去啊 你的誠意啊 他們會感受到啦 你直接把你要監督條例的訴求 到現場去告訴他們 或者你把他們請到行政院來 在318這麼全國都在注目的日子裡面 你這種態度這種誠意 有可能會對整個民眾對行政院的態度感動啊 而不是說 在網路上直播我跟你開幹 你們是錯的我才是對的 不是這個解讀 不是這個解讀 所以我希望 我們的認知跟心態上也不是這個樣子 我現在就具體跟你建議嘛 你這個政策齁真的是愚蠢 沒有用 而且是個天兵的政策 既浪費公討又徒勞無功 齁 齁 所以我誠職的邀請院長到現場去 帶著你的兩岸監督條例 去告訴他們 行政院要做些什麼 未來一年行政院要做些什麼 我不是看守內閣 我是積極作為的毛內閣 對我們現在也是要為整個監督條例 未來在這個 你做得到嗎 你明天願意到現場去看他們嗎 我們開始來鋪路 我們開始來鋪路 你明天願意到現場去看他們嗎 帶著你的兩岸監督條例 願意嗎 我想我們會來評估好不好 那你如果做不到也沒有關係 你把他們請到行政院來 這種態度 才是感動 而不是在網路上 要跟他們開幹 沒有 絕對不是開幹 我想我們不同意你這個說法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夏至少你請回 我要請那個內政部長陳偉仁 那個院長 今天週刊報導 原來王卓金的請辭啊 就跟王毅齊跟張顯耀的內鬥是一模一樣 是跟陳偉仁部長有心結 而且還嫌王卓金署長越級報告 兩個的餘量情節啊 造成王卓金的被請辭 我請問陳部長 你們到底是在內鬥 還是真的為了國家的治安呢 報告是鬼扯 報告是鬼扯 絕對跟事實不合 報導是鬼扯 那我請問你 我從來沒有看到說 口頭請辭 但是沒有請辭的時間表 這個是什麼挖勾的請辭啊 這個顯然王卓金心裡面有情緒嘛 請辭的消息是從內政部要發嘛 行政院的標準作為流程 所長要請辭要先口頭報告 口頭報告以後才提書面報告 所以王卓金完全是照這樣的程序來 辭的人不甘不願 要他辭的人口是心非 這個是什麼內閣啊 我是說如果為了警政系統的新陳代謝 要遲就遲嘛 就大方一點 部長你就告訴他時間到了 他昨天提出報告我已經批了 那如果他昨天提出報告 你已經批了 那什麼時候會新的署長上來 他是希望他能夠做到3月31號 3月31號馬上就到 那我請問署長心目中有新的署長人選了嗎 我們有幾位這一個可能的人選在評估當中 我看為了避免齁 這個媒體再度的揣測啦 什麼一亮情節 什麼月籍報告 什麼兩人有心結 我請問你 你最綜藝的署長是哪一位 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是雕校長嗎 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蛤 我們有幾位非常適合的人選 有那麼複雜嗎 我是希望齁 我們的人事這個有遇動的時候啊 不要有太多的權謀 太多的算賬 完全沒有 而且讓外界感覺到我們這個政府啊 非常的極度不穩定 張寫廟跟王毅錡啊 這個前車之鑑 這個惡夢未行 不要再來一個陳薇仁跟王卓軍的 餘量情節互鬥然後被請辭 這個對我們的人事穩定 這個都是亂講的 這個沒有這個事實 嗯 好我是希望說 這個 歹戲不要脫捧 歹戲不要脫捧 這種宮廷戲嘛 趕快讓他落幕 應該他想辭 他有人聲過要就讓他走嘛 這個 我們按照正常的程序在走 好那我最後請院長答覆一下 4月1號就有新的署長嗎 確定新的署長嗎 我想這個等內政部來作業 蛤 我請部長 4月1號就有新的署長嗎 會 蛤 會 好你請回 好 接下來我再請問這個院長一下 今天還是有很爽動說 下章會4月份要在金門舉辦 院長知道這個消息了嗎 我知道這個事情在規劃 確定4月份會在金門下章會嗎 我想時間 這個 現在還不確定 M503 新航線的爭議未了 台灣 被軟頭穿骨 我們被占盡便宜 我會跟委員報告 M503 按照目前兩邊協商出來的結果 他對台灣的安全事實上比1999要進步 只要在台灣中線增加新航線 台灣就是輸了 我想 中國的小退縮其實是大躍進 1999之後 1999之前 他們的軍機只在海岸線旁邊走 1999之後他已經進到中線 現在M503化射以後 他的戰鬥機不進入民航的這個機的範疇 我認為這個對台灣的安全是比1999之後要進步 我想這一點是一個事實 不要混視太平 也不要這個恩哲遮掩問題 中國大陸它的輔原遼闊 它的航線 根本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畫到海峽中線來 他們的輔原那麼遼闊 他的航線 他的沿岸 要怎麼畫怎麼飛 你再飛一萬架 他都不會擁擠 他為什麼要畫到中線來 他就是有他的政治軍事的目的 所以只要他一突出 未來 他只要一出現在中線 未來他只會往東移 不會往西移 所以我們對M503 以你現在的態度 我們對M503吃下來 目前他的協議也是這樣子講的 以你現在行政人的態度 我們M503就默認喔 我們就吞下來了喔 他已經是非啦 前幾天已經是非啦 這個是非經過陸委會的同意嗎 主委 是的 經過我們同意了 經過你的同意嗎 是的 那你這個不是上前入國嗎 在國內還沒有共識之前 你怎麼可以讓他先是非呢 不然委員 這個M503第一個是在他的航空識別區裡面 他的責任是要跟我們溝通 那我們經過溝通結果 他做了許多的這個調整跟讓步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說過 警覺性太低 如果不是配合 就是警覺性太低啊 對不對 我一再要求說 我們要用在國際 見證之下 就 航線的定義 要在國際民航組織的見證之下 完全沒有嘛 你被當成是國內事務 這個我們不能承受 而且目前是國際的航空公司在飛 我們不能這個樣子把它吞下來 不能這個樣子吞下來 至少你在下張會之前 我們還要看到 中國有更多的善意啊 這個齁 譬如說 有任何這個 這個齁 在網內說的可能性嗎 或者是取消這個航線M503 暫時不飛 因為現在只是是非 他可以不飛 那如果 主委你能夠調到這種 確保台灣國防安全的 這個 台灣的主權的權力回來的話 我們當然支持你下張會啊 我想我們對於主權的這個保障 是從來沒有 沒有動搖過的 如果委屈求全 如果委屈求全 台灣將被 沒有委屈求全 這個是大勢大非啊 這是國家安全啊 不能夠相願 不能退縮啊 我們覺得經過這次協調 其實替我們的這個 空防啊 多得了更多的一個 緩衝時間 如無善意 不如不會 下張會 如無善意啊 或者對兩岸沒有具體關係 對台灣沒有利益的話 不如不會 這個我同意 可是我們覺得 這個制度性的這個會面啊 對兩岸的這個 了解合作 台灣應該有更強硬的立場 台灣應該有更強硬保護台灣利益的政府 我們希望我們的官員是挺直腰杆 大聲的向中國說 大聲的要回我們的主權 這個不是勤盟打齁 什麼才叫勤盟打齁 這個不是軟頭沾骨 什麼才是軟頭沾骨 但是我現在看到我們的院長居然在說 可以接受這樣子的是非 我們要吞下去嗎 他的軍機在現階段 已經飛到了我們中線的邊上 退此一步啊 退到台東之後就是太平洋 不是 他們的軍機現在已經飛到了中線 在九九絕以後 那現在他好像飛不去了 我們就打下來啊 你就告訴他們說 你飛到我中線我就打下來 你軍機飛到我的中線打下來 他沒有飛過中線已經靠近中線 靠近中線就是挑釁 從來沒有過去從來沒有 我們的也在靠近中線 院長 過去那就是我們的訓練航線 我們的軍事訓練航線就是到中線 他們飛到中線來就是挑釁 因為過去沒有嘛 那這個要經過協議嘛 不是嗎 1999之前 整個台灣海峽都是我們軍機範圍 1999之後才有中線的說法 那現在他們從中線再往回 退縮十多公里 戰鬥機不進 所以 我知道院長 基本上這也是算是一個情勢變更 院長你要講的我都知道 但是我只是告訴你 因為台灣小 中國非常大 他們的腹地很多 他們的航線真的不用化到中線來 他要化到中線來是有政治目的跟軍事目的 這很清楚的齁 整個行政院應該要更清楚 頭腦腦袋更清楚的人了解到他們的企圖是什麼嘛 齁 那你現在吞下來啦 讓他試飛啦 未來他正式飛上去啦 他 只會往東移 不會往西移 你試試看 你聽我的嘴 今天我們在這裡有什麼 他只要飛過中線 有我們的標準作業程序 你到時候拍拍屁股你走人 那國家的安全 未來我們的子孫要怎麼承擔 所以我們現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為我們的世世代代負責 好你請 這個 對台灣如果沒有利益 下張會 不准不會 那你確定4月份要廢了 是嗎 確定 我們在規劃當中 規劃 我們為什麼要拿著熱臉去貼人家冷屁股 我們沒有啊 沒有 我們還要求著他來下張會嗎 不用吧 因為有很多實際的問題 我希望他們對M503有正式的回應 你比如說 金門地區人民的用水 金門地區的垃圾的問題 這個抽殺的問題 很多都需要我們當面能夠解決 我希望說 在他們有善意回應之前 下張會 如果沒有利益 對台灣不好 不准不會 好你請回 另外 我再請院長 昨天 台灣有50個 人民團體 宗教團體 到印度去看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 今年80大壽 那 我們的宗教團體很希望邀請 七月份 達賴喇嘛到台灣來做生日 順便可以到 小林村去看一下當地的 當時他有去過的社區的發展的狀況 另外 也希望達賴喇嘛 再次來台灣洪華 因為他已經80歲 那這些人民團體已經提出邀請 達賴喇嘛講了一句話 他如果能來台灣的話 他會非常非常高興 那我請問 院長 達賴喇嘛七月份 可以如期成行嗎 我們會給他簽證嗎 我想目前民間團體還沒有提出相關的這個 這個申請 那如果他 這個提出申請的話 我想我們政府會秉持 符合台灣人民利益的原則 在這個雙方能夠接受的 時機跟方式之下 你說什麼雙方能夠接受 哪一方 台灣跟哪一方 雙方能夠接受是哪一方 蛤 是中國嗎 不是 不是哪一方 就是申請者 申請者已經明確地告訴你說 達賴喇嘛如果能來 他會非常非常高興 這是達賴喇嘛自己講的 我們的15個人民團體跟50個團體連署 邀請他到台灣來 我們給不給簽證來 一句話 給不給簽證 這個部分因為 目前達賴喇嘛也還沒有正式送進來申請 我就只告訴你 如果他要來你給不給簽證 這個部分我想送進來以後 我們各個部會 我們會以當時的情況 考量這個 考量這個 國家整體的利益 然後做最適當的這個處理 考量國家的整體利益 考量什麼 我想等他送進來 我們會以當時的情況 因為事實上 這個是沒有擔當嘛 達賴喇嘛 一走出門帶來的 全世界的都是光明 民族 人權 帶來的都是慈悲 大愛 怎麼台灣會限制一個達賴喇嘛 到台灣來呢 他80歲 他自己講 他來日無多 他甚至最近全世界都在關心達賴喇嘛 要不要轉世 他已經成為國際的一個焦點 他如果能到台灣來紅華 甚至看看我們的小林村 來台灣過80大壽生日 這個對台灣的能見度 對台灣的民主人權 跟我們的主權的彰顯 非常有大的幫助啊 我們的 蒙障委員會跟行政院 還在滴滴咕咕 這個有什麼好 好懷疑的 如果我是院長的話 我馬上跟你說 我歡迎熱烈歡迎 是嗎 院長 你個人 歡迎不歡迎他來 院長 我想這個確實要從國家整體利益角度來考慮 好不好 他來台灣對國家有什麼傷害 一個80歲的老人有什麼傷害 有什麼傷害 他帶來槍炮來了 他帶來的是慈悲啊 他帶來的是光明 是自由 是人權 我們的行政院這麼沒有擔當嗎 難道還要看中國的臉色嗎 我們還要看中國的臉色嗎 你還要請示北京政府嗎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 那我就問你啊 你到底歡迎歡迎他來 以你個人歡迎歡迎他來 我想這不是個人判斷 這個是國家整體的一個考量角度 你這個回答會讓全世界的人失望 一個代表民主自由人權的達賴喇嘛 要到台灣來做八十大獸 要來看看他過去加持過的小林村的重建 結果我們的行政院長跟蒙葬委員會主委 在這裡唯唯諾諾 毫無擔當 一副要請示上級的意識 你這個會讓台灣人失望嗎 我希望你就有時間告訴我說非常歡迎他來 達賴來是我們的貴賓 熱切歡迎 這個才是政府應有的態度嗎 不是嗎 院長 蛤 這麼難答覆嗎 我想我已經答覆了 嗯 我們會從國家整體的利益 達賴喇嘛是正面能量 他是正向的力量 他到台灣來一定會帶給台灣人 光明正面 如果阻止他到台灣來的人 就是使用我 就是對台灣 不忠誠 就是跟台灣民意站在對立面 我是提醒院長 及早做好 迎接達賴喇嘛的規劃 好不好 這也是我們考量的另外一面因素 主委請坐 你在考慮中國因素我知道 你要看北京的臉色我知道 你要等北京的批准我知道 但是這個 沒有這回事啊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台灣會被批評為是北京的地方政府嗎 我們的主權呢 我們自我矮化自我冤割嗎 這個不好 另外我要幫慈濟 引起這麼大的風波 我要批評政府 今天雖然慈濟把內府的開發營區撤回 但是並沒有幫慈濟的形象止血 整個社會的批評 跟慈濟之間的對立 已經形成要階級對抗的狀況 而且越是不解決 慈濟的負面越多 我認為政府不能無動於衷 也不能袖手旁觀 政府要幫助政員把形象找回來 把過去的榮耀拿回來 我相信慈濟是台灣的公共財 慈濟也是台灣之光 上人更是我們台灣的寶貝 我們要保護他 但是顯然這個台灣之光 這個台灣良心 現在在台灣持續的負面形象的發酵 這個會影響到整個國家的和諧 社會民眾跟宗教文化之間 不應該存在有這麼大的衝突 但是我看到事件發生到現在將近一個月 整個政府沒有角色 沒有介入 袖手旁觀 無動於衷 這個我們不能忍受 我們要幫助慈濟 讓他透明化 我們要幫助慈濟 讓他公開化 讓財務讓所有的人來了解 他到底有沒有保護區 農木特區 然後去開發城 其他區 這些都是政府可以做的 好的 我們出來幫他背書 真的有偏差的 我們幫他扭證 幫他保證 這個是政府的態度 沒有看到政府的角色 任長 我想慈濟是台灣非常重要的資產 這個我們絕對肯定 那上任也是全國同胞 大家所非常敬仰的一個 宗教禮秀 這個沒有爭議啊 大家看法一樣 我本身也是慈濟的家族成員 我們也是捐錢 我們的家族裡面還有很多人 是穿著慈濟的制服 在做志工 很多啊 大家都疼愛這個大家族 這次事件很不幸就是 他跟地方政府之間 就是在有些問題的處理上 就是有些衝突 那現在我們也注意到 就是說慈濟方面 他們自己也做出了一些挑戰 我現在問的是政府有沒有角色 政府有沒有協助慈濟 讓慈濟 在整個財務基金會 或者是過去他們的這一些建設 到底有沒有合法 到底是不是成如媒體報導 或者是很多外界的批評 慈濟現在已經變成一個負面的慈濟啊 那政府既然認為他是我們台灣之光 是台灣的寶貝 喪人也是我們良心台灣的大愛 我們應該幫助慈濟 找回他的光榮才對啊 政府要出面啊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是對外是有表示 慈濟這個慈善基金會 他每年都有依法 把這個他年度的預決算等等 向本部這個提出報告 那我們也都依法去做相關的查核 那就是針對他提供的這個資料做查核 然後我們每三年也辦評鑑 那他們都是最近四次都是優等 這個我們都有對外說明 都有對外說明 所以政府不是完全沒有講這個事情 陰謀論也到處在謠傳 昨天又有一個節目的主持人 說受到極大的壓力 持續啊 政論節目的主持人 像這樣的風暴一直在延燒 這個會造成社會上的不和諧跟人與人之間的對立 這個對國家沒有幫助 身為政府啊 有那個義務 責武旁貸要出來解決 解決的最好方法第一個 就是幫忙持續找回他過去的榮耀 讓他財務透明化 我們督促他公開化 另外 這個行政也要有積極的作為 就是說 未來是不是 在修法 未來超過某些規模的基金會 我們在人團法或者是 公益圈募法 或者是所謂的 財團法人基金的管理的相關法規當中 增加 由政府指派董謙事 這個都是積極的作為啊 不是嗎 這個更能讓這些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的善款 用到刀口上 不是嗎 是 跟委員報告 公益圈募條例在立法院正在這個審議中 財團法人法這個 我所了解法務部也在這個演議當中 我希望喔 政府要更積極啦 現在你看 什麼善款炒股啦 投資軍火商啦 投資煙商 把我們的善款拿去投資軍火商 這個是多麼嚴重的指控 然後這個基金帳目不清 或者是地幕變更海外自殘 購買高風險性基金 這些負面的批評 慈濟已經不是變成宗教慈善 他幾乎變成金控財團 我們去幫他找回 讓他回到原來的宗教 回到原來的慈善 這個政府就是功德一見嘛 政府在做事讓社會跟慈濟對立 這個是不對的 我想我們沒有 絕對沒有所謂做事的問題 當然從某種角度來講 這也是我們目前 慈濟風暴到現在還沒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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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果要保護慈濟 所有廣大的慈濟志工 他們無私無己的奉獻 為這個台灣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他們在全世界也為台灣做了很多的大愛 正面的形象 他們是社會正面的力量 但是管理階層顯然有問題 這個管理階層就是我們政府要去整頓他們嘛 去幫助他們嘛 不能袖手旁觀 我請院長 我沒有袖手旁觀 我請院長要折騰內政部還有衛福部 積極去輔導他 讓他導入正向 讓慈濟回到宗教跟慈善的領域好不好 我們現在已經在檢討相關的法令 應該可以吧 那慈濟如果重新恢復他的形象 這個也是我們台灣最重要的一個公共財 跟最重要的支援嘛 不是嗎 是不是 院長 對啦我想就是說這個會兩方面 一方面我們政府基本上是從法的角度可以協助他 建立制度另外一方面 他們自己也要有 也要投入自己的挑戰 我們去輔導他嘛 你去輔導他 幫他找回過去的 創會的精神 我認為 所有的人對慈濟都是還有寄託還有期待的 對不對 那當然 好那你請問 再請黃寶淑署長 院長 我的家鄉南投市 九二一之後有一個九二一的企圖場 最近被不肖的會企業者請到四公頓的有毒會企物 這個地方 是一個水源頭 他的底下有彰化線 有南投線好多的鄉鎮 這一個永新企圖場已經被彰化地檢處檢察官查獲 很多不法的商人把有毒會企物倒在這邊 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四公所政府完全無能力處理 沒有錢 現政府也沒有能力處理 我們忍受著 這麼一個有毒的廢污泥 有毒的廢棄物 繼續在毒害我們的鄉親 當地也是鳳梨 也是茶葉 也是很多這個農作物 逆枝農園 非常新盛的一個農業地區 我請院長幫助我們 請環保署能成立專案小組 把這些有毒的廢棄物把它清掉 好不好 是 我進一步會 跟我們毒殺總隊等等到現場再去看 這個案子 我希望你把它清掉 是 現在主要是在彰化地檢署已經在起訴當中 那這個 這個不是偵查 所有的犯罪人都抓到了 不是偵查 我現在要求你的是 把我們清除掉好不好 我們去現場 會同這個地方 院長您的貿易責城環保署 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把它清除掉好不好 這害死人 這毒水 你知道嗎 這滲到地下水會死很多人 好不好 是我想 我會要求環保署 這個在 他現在進入法律程序 但是在法律程序可以配合得起 可以可以 那次我會去 infin衡 你好 你 我可以可以做 это